记者简慧如宜兰报道,宜兰代理县长陈经德上任后首次会看就是选在明年绿色博览会的场地生态绿洲,他当时要求农业处考量将苏澳乌老坑纳入第二主题园区,例如规划花海、特色主题活动等等。 今天议员陈杰林质询时质疑是否可行,农业处指出还是以神态绿洲为主园区,乌老坑将搭配相关活动。 议员陈杰林今天在伊兰县议会第18届第6次定期大会中质询农业处,他说代理县长陈经德日前提到绿色博览会可以采取双园区,除了神态绿洲,乌老坑也要作为明年办理绿博的场地。 是否确实可行,今年交通动线听车位置如何安排? 议员张秋明和尤祥德则提醒农业处,绿色博览会内的种植区要提早作业,农作物事后也不该浪费,称现可实地景的同时,也要想办法做最有效的利用,不能后续没人管理。 农业处代理处长李星泰指出,因为绿色博览会从6月就开始规划,相关整备已经进行半年。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贸然规划成双园区可能会稀释两边的内容。 今年仍然会以神态绿洲作为主园区,服务以无老坑场地搭配相关活动进行展示。 无老坑并不会闲置,会利用本身探索、教育、露营等搭配相关活动,增加无老坑在绿博期间的观光价值。 李星泰指出,由于深泰绿洲附近的停车腹地不大,大约只能停不到100台的小侧车,造成车辆会堵塞在附近。 所以今年希望能利用无老坑的场地规划停车场,再从无老坑以接驳车的方式带游客到深泰绿洲。 深泰绿洲附近还是会利用东山国中、东山国小和东山乡公所等场地规划停车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